觀眾內政部先前拍板未來六都的這個重劃區裡頭呢都必須要保留5%的這個社會住宅用地 但是呢民進黨今天就召開記者會指控在這個侯友宜擔任新北市長的期間在新北市新莊的溫載郡重劃區 竟然只保留不到百分之零點四的社會住宅用地根本是要來圖利建商 現在聽一段稍早訪問 那在這塊地上面呢市府可以分回32公頃 也就是說有32公頃用地可以由市政府自由規劃 那當然也可以售地32公頃有多大呢 大約是3025坪這麼大的一塊區域 那如果他以現下的這個市價來賣出的話 基本上可以一坪大概飆售都可以達到百萬以上 一個非常高價的土地 所以也就是說財團如果用高價來飆到土地的話 相對而言他也會以更高的價格來出售這個房子 所以就間接了來變成是一個炒房的元凶 如果侯友宜當選總統 買不到什麼七百萬的房子一千萬的房子啦 一千五百萬的房子起跳啊 新北市恭喜這些建商朋友們 侯市長好朋友們 一次出清本來要投期管付不起買不起啊 現在我直接讓你無攜帶 然後呢十年必鎖期不能交易 房貸繳不出來 瞬間變成房奴以外直接被鎖死 好我們可以聽到呢 民進黨拋轟侯友宜提出的一千五百萬免投期 加上這一次的溫仔軍重劃區根本是要圖利建商 和侯友宜喊出的居住正義也完全是被盜而食 而民進黨也呼籲侯友宜禁訴的出面說明 不要犧牲新北市民的居住權益 忍耐於福代貨 作詞 我們 多動亂